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魏赛节 先祝佛教徒的朋友们 魏赛节快乐 记得要多为多灾多难的国家 多多念佛 祈福 今天我们都知道 中午12点的时候 大马政府再一次的烂国人 非常非常的失望 很多很多人的心情 都跌到了谷底 然后2点半的时候 我们卫生总监 他就公布了今天的确诊病例数字 那么今天的确诊病例 再度的冲向高峰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标题 只是看数字的话 今天又新增了7478粒 所以这个数据数字 证明了这个MCO 3.0的方式 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关当局 错误的方法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使用 明知道他错了 重复重复又重复 这个我们KL的人 我们开车向北走 向北走才能到Binance 到槟城吗 但是他一直向南走 一直向南走 一直向南走 绕地球一村才会到Binance 要绕也绕不过 南极北极你怎样过 一直错误的方法同样的使用 所以我们只能够每天看到数据 一直上升一直上升 所以今天呢 再度打破新纪录 创新高 然后今天呢 最惨最糟糕最丢脸的 就是这个 今天的AZ疫苗 开放给18岁以上的人注册了 结果呢 大翻车 完完全全的让我们整个 我们 我跟你讲 我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了 大家 时常看到 我们会批评政府 讲政府 那是因为我们要国家好 我们要人民好 我们要政府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才会讲政府的 但是 但是说真的 我也从来没有给这个政府打击过这么厉害的 那么今天5月26号时 大约是12点到1点多的时候呢 我是我的人生 第一次呢 对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严重严重的打击 严重严重的挫败我的信心 挫败到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 这个眼泪不是为我一个人丢的 无数的马来西亚的民众呢 看到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想到的东西是什么 疫苗啊 快点啦 救命啊 疫苗啊 你现在注册的话 你看7月才能打 打了之后还要3个月 所以他要3个月才能打 10月才能打第2个DOS 5个月后呢 抬头 朋友们 啊 然后 你看 所以每个人啊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 所以 因为这个Azix他讲是现货嘛 现货你不去抢的话 那么他以后后面的疫苗呢 何年何月才能够到呢 急到每个人啊 我跟你讲都流眼泪啊 而且是马来人很多 不要再讲马来人没有意思了 你看马来人 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推特那边 全部 现在一面倒的在批评政府 在骂政府 政府也第一次让这个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如此如此的失望过 不只是我们华人 他搞什么鬼搞到 搞到这么好笑的事情 那么 那么我们讲了 你如果现在不注册的话 你何年何月才能够到疫苗呢 所以我必须去请教几位 这个媒体界的这个资深的资深的师傅 所以那个就有师傅告诉我呢 年轻人啊 年轻人啊 年轻人就是 哇这个臭小子就臭小子 你还不了解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吗 这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传统美德吗 你们想说中国疫苗啊 美国的莫德纳疫苗啊 美国的那个辉瑞啊 你以为有这么容易买得到吗 师傅又提醒我 你忘记了现在 因为那个911过后呢 那个USD美元呢 是每一分一好的美元呢 那个美国政府是跟你 track到底的 所以你看那个Nazi的26亿事件呢 就这样被 track下来 你难道你要等那个 Johnson & Johnson呢 那个Visa呢 还是那个Moderna呢 他有一天被那个美国的政府 track down 你又拿26亿给谁啊 26亿给谁啊 而且人家是著名的药产 人家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这样的那个名声的破坏 因为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 传统美德嘛 他们肯定是跟这个药产 26亿啊 疫苗的那个不止26亿 所以中国的疫苗呢 一样呢 一个连小学生填写志愿 都会写那个我要成为贪官的国家 如果你马来西亚人的技术还不够的话 因为中国疫苗要人民必买嘛 他们还会教他们 哎你要怎样做怎样做 做一下你可以用1000倍的价钱去报备 那么这个就是内幕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私人公司呢 甚至人家要尊疫苗给马来西亚呢 尊不到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之前搞了鬼搞了手脚 所以你人家自己去买的话 那现在我们去 我们自己去中国买的话 你就知道了 这样 你就知道真相了 这里我不要讲得太过明白 你看一下真正那个Sinovac的那个价钱 你跟那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传统美德加弄 他要 国民这种疫苗 首先他要注册一间公司 后面我也不用再讲了啦 大家在这里生活60年了 你们明白 接下来是什么了啦 OK 你们就查到那个价钱是不同的 你们可以接受吗 所以 所以为了这个东西呢 拖拖拖拖下去 中国那边现在 抓汤口也抓得很厉害的 会枪毙的 因为那些汤官 取了100个老婆 但是取了100个老婆 现在被枪毙的 刚刚现在卖疫苗 他还敢跟马来西亚搞这个26亿的东西吗 所以他们也是很小心啊 所以搞到现在 那个这些疫苗搞不来啊 所以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变成这个AZ 你非抢不可 你抢不到的话 他们后面购买 你过税不好 那个USD不敢吗 26亿吗 那个USD那边 那个中国的 现在又很严 会枪毙喔 所以 真的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解报 那么首先 这个雪隆地区 今天2个地区喝起来3200佢 那什么地方会这样严重的 武汉啊 想当年的武汉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当时在意大利爆发的时候也是一天上市前,同一个地区罢了 今天的雪龙地区和当时武汉的惨状是差不了多远的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就是这么严重 但是,还是很多人民是很刁民的 目前我们看见的数据7000多了,很多都来自开灾节橄榄群 现在他还特地标记出来叫做开灾节橄榄群 连三个都要拿那个baseball的back来敲人家的人命的头 他可以不用放开灾节橄榄群,他就是故意放给你看 而且他说,不要继续增加,而且要准备到最坏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 一个人感染了,另一个人感染了,另一个人没有这样简单的 这个病毒是这么厉害的,一传十传百,百传千百传万 所以他说,准备准备到最坏的情况到来 所以今天的7400多,绝对不是最少的 你看这个雪龙已经沦陷到如此可怕的,这些人海赶出去上海赶去做工 哇,吓死人了,戴两层口罩我都没有安全感了 然后一般的病人怎么办 医院里面都是新冠病人啊 这个普通的肺部有病的人,现在连呼吸器分不到 因为全部给新冠病人用了 因此,为这个国家做了这么多工作,到了最后的命运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你看 这个也是一个很悲痛的 所以我们讲了,现在一打开报纸就是这些新闻了 他的母亲跟他的女儿呢 同时晚生了 就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啊 他还活着 你看,人间悲剧 人间悲痛 所以啊 多么多的大马人今天是含着眼泪啊 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啊,保护身边人啊 人家今天抢着要去登记疫苗啊 当时呢,你看 政府连这样一点的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网络上有人 为了要抢到疫苗呢 这些人,你知道他干什么行业的吗 他们就是网络抢手的 这些就是键盘侠 现在连键盘侠都没办法抢得到 你讲普通人抢得到吗 然后你也相信他说 30万人注册成功 这30万人是什么人 就是插队的人吗 希望你们透明化公布 如果不是插队的人 不是那些什么 高光想要的那些亲戚 还是什么 女儿系统做了手脚 让那些人拿到的话 那你就公布 我跟你讲呢 这个professional的网络抢手呢 键盘侠呢 他们都没有办法注册到呢 那就是后面有很大的黑暗在后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家生死存完 人民生死存完之际 你还在搞这个东西 你看这些人 人民发的梗图 梗图 没有白西克 白西克走了 搞到人民 你看一直在按这个东西 按来按去呢 ERROR 1200 那个州呢 按不下去的 让人民的真的很大的失望 我不知道是有意无意 如果无意的话呢 更加失望 这个国家呢 没有要救了 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连这样子都做不好 你不会早早早两天把他测试好了 然后万无一事 才推出来吗 何必这样子来 戏弄人民 去愚弄那个人民呢 欺骗人民的感情 所以 现在 这么严重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等着那个打疫苗 打疫苗 因为疫苗 它 可以做到 阻断传染链 它会让一些人的 不太容易中 然后这样子 它就慢慢好了 慢慢 慢慢减少 慢慢减少下去了 现在我们要跟病毒打仗呢 现在连疫苗都没有 前面 前面我讲过了 那些其他的疫苗 有什么原因 那么现在连AZ疫苗呢 你要打呢 也都打不到 所以你现在 这个政府呢 你到底要人民怎样 没有疫苗 那就很简单 你帮 全国落到7天 咔 人与人不可以接触 咔掉 那个不用 不用上班先 7天 7天公司会倒闭嘛 7天没有饭吃吗 这些都是借口 都是理由 那么都是 所以你把这个人与人的接触 你跟它 解决掉 然后这时候呢 就可以晃一口气 那个数据就 掉回来 不会再继续晚上生了 不然你等到疫苗到的时候 全国人民已经群体免疫了 每个人都中了 还要打疫苗干嘛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要搞到 全国的人民都中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啊 好 今天就简短分享到这里 有新的消息 我们再给大家更新 我们下回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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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